直接是軍官運動員 拿什麼 然後都不拿 爸爸媽媽的心肝寶貝誕生了 代表著生命活力的延續 寶寶出生滿周歲這一天 要進行選柴儀式 俗稱作對會 除了祭拜祖先 新天人口祈求平安順遂之外 最有趣的就是 拿出包畫書 齒 蔥等等 來讓寶寶任意拿取一種 當作是他們人生中 第一次的性向測驗 今天很開心可以來到這邊 看著他抓粥 然後他今天抓到的是保健 然後好像是說 以後會有冒險犯那種精神 那其實他抓什麼都不重要 就是他健康這樣就好了 對啊 那媽媽有什麼話想要想 平安長大就好了 對啊 對啊 抓粥活動搭配上相關的職業書籍 為了推廣零碎閱讀 新北市立圖書館舉辦閱讀大世界 寶寶抓粥去的活動 利用抓粥儀式和圖畫書的搭配 透過寶寶媽媽帶著寶貝閱讀起發 將閱讀作為養分 讓寶寶在充滿愛和照護 還有圖畫的陪伴下 快樂的健康成長著裝 那今天呢 我們為了幫寶寶慶祝第一個兒童節 那我們特別舉辦了 寶寶閱讀抓粥的趣味活動 好 不要說呢 今年小朋友抓到小黃點點呢 就代表他可能以後是一個充滿想像力的 他是一個自由業的作家 就如此類 希望今天這個活動呢 能給爸爸媽媽一個很愉快的 親子共度的時光 這項活動全程免費 相關活動日期請搭新北市立圖書館 家裡面有104年出生的小寶寶家長 不要錯過這一項有趣的閱讀啟發活動 中家新聞林立如范剛宜 板橋報導 小金智 special 小金智 愛 牠 牠 牠 蔡